到了半晚 白天的满街都是俗人的西街 又恢复平静 人们吃完晚饭 接下来就是洗脚 穿上木履 纷纷到街上散步 因木履的新旧 厚薄 质地不同 而阴质阴高不同 这么多人同时穿木履 在水泥泊 石板路上行走 画出各种不同音色的 清脆的声音 犹如一首 跌跌不休的奏鸣曲 泉州老城区三三两两的故事 是原来相逢 众生百态 由着那不分年纪 职业的人们 谱写起的千百章节 放了一下 那边就重叠起来 这些都是几十年来 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 其心 火银以为当代泉州年轻人的宇宙中心 坐落着抬头建双塔的千年古寺 追溯时代影像痕迹 亏见了数十年来 不同记录者视角下的老城变化 黄岳坤 泉州影像 泉州辅寺媒体账号创始人 记录下了近数年间的泉州大小往事 陈世哲 泉州在地著名文化园 其经历且记录了早期八十年代 泉州的影像过往 你马上要决定 好 来 三 二 一 特别在现在互联网发达 很多人在网上 他一评论你 你就能看到他的地址 然后他还说的是关于泉州的东西 你就知道他是有多次在外省的泉州人 他们特别喜欢看到我们拍的日常给他看 真的是日常 就你不可能每一条我都给你讲的 多么的历史啊 多么的专业 或者是 好像你就是一个百科泉州什么都懂那样 其实他不一定会想了解 他可能想 你给我看一下泉州世界现在有多少人 那个我以前去了领袖人还多不多 诶 开原室还跟以前一样吗 开原室的摘面还一样吗 还可以吃到摘面吗 不好意思 现在吃不到 现在只能领摘面会加住 所有的变化都在镜头里面 那这样的镜头需要有人做吗 需要的 可能不一定是某些专业的机构 或者是官媒 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这些 很日常的一些小博主吧 每至秦佛即是老城最热闹的时分 是那一碗碗摘面热吞起的林里旁进烟火味 更是原生泉州不可或缺的一大节日 我回忆当年权州到底西街是什么模样 这个城市一直到当时有 因为当时东街也改造了 其他那些街道的改造 权州西街没有改造 让开发商来开发 但是开发商呢 它西街有限制 你不能超过三成楼 应该会把东西塔给做出来 因时代背景的不同 早期西街限高的说法 意在保障东西塔的最佳视觉景观 却也无意间促就了西街的原生泰保留 由于自小居住西街187号 它有着对老城区更多的回忆和画面 我姨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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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 但它燈需要兩隻角落 是差不多五塊 它要花青 一條一條這樣 是人家的 我們有人這樣做下去 東西才燈亮起來 你看 那個時候看一次的亮燈呢 它是由這個 節一下熱的時候才會亮燈 那春節呢 一般從春節一直亮 亮到這個正月十五 這是師哥老師跟我們分享的 平淡的這樣來看的就是 你要熱愛生活 生活中 任何事物都 可能會讓你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發現現在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作為當代自媒體 那我只能去記錄 生活裡面的平凡出來 讓別人看到我的家有什麼 老城風雨 不過是市井貪犯人情裡 尋常瓦措亭前香 圍繞著一條老街 兩座石塔 便是幾代人的經歷交織 彌族珍貴的是 歷史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 有著全新的傳播記錄方式 就像老泉州的地老情緣一般 退不去的溫度 傳播自行業